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L.Meschal 请给他三句句 慢慢去 亲人家属你们要或是L吧 只是我 一直还是不能接受这事情 我自己失去过知情 过我知道你们很辛苦 我会一直帮你们祈祷 我从念书的时候 Coco里儿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我的天后 她唱歌 她跳舞 她的讲话 她的一切 我都觉得怎么有一个人可以这么完美 所以 我还是只是爱唱歌 爱跳舞的 一个平凡的学生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妄想觉得 我妄想觉得 或许有一天我可以像她一样 这样子 不要像孟小晨晨 我成了唱跳歌手 她是点燃我 唱跳的那一位天后 那一位巨星 后来也记得在有一次小巨蛋的后台 我们终于见到面 她很大声的 嗨Alpha 就给我很大的拥抱 她就终于看到你了 她们聊了一下之后 她跟我换了电话 我心里是觉得我天哪 Oh my god 我的女神 从后面之后 她完全没有任何的距离 对于我 她常常看到我的新闻 换到我的事情 她就会传讯息给我 甚至在我生日 她也会传给我 当我自己 都就忘记她生日是什么时候 我记得我们常常在电话里面 语音里面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在我人生处 在一个非常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 自己身心灵都已经很多问号 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唱歌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到底是上我 就是我已经不知道要做什么时候 突然之间她传讯息给我 然后我们讲的电话 讲的很长的电话 她从那时候开始 几年前她就一直传 告诉我说 你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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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 just saw the video You are so talented You're so good at dancing You're so good at this You gotta come back and perform You have to come back Elva 之后我们也是常常 她就留一个语音说 不管怎么样 你把我当作 我是你的大姐姐 你只像我的小妹妹一样 什么事情都跟我说 我会保护你 就我们两个知道 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一直跟你聊 后来你知道 我从小就单亲家庭 所以我一直是长姐 我一直都是一个姐姐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你是我的小妹妹 你把我当作你的大姐姐 你知道那句话 听起来好像很频繁的 在我心里面刻下 很重要很重要的这几个字 也让我对她开始真的 有什么事我就找她 真的有什么事我就跟她说 我们彼此把心里面最深处 不管什么事都分享 这些我也会都留在我的心里面 一直回去听她的语音 在事情发生之后 我一直不能接受 但我只能记得 而且我会继续做的事她告诉我的 叫我要坚强 她把她的快乐 跟她的勇敢 一直不断地照亮给我 我一定要把这一个 她的精神一直保持下去 而且 我一直在跳舞 唱给你 唱给你 和你泛给你 你是我的巨星 我永远的天后的天后 我的女神 你都会带我所有的 我爱你 你在天上做天使 有一天我们在天上 一起当天使见面 我爱你 Coco 永远 谢谢 我们再跟狗狗聚三个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